今天是我和向千军的婚礼 晚上敬完了酒 他又拉着高中的几个同学 喝了一杯又一杯 喝到后面已经失态了 坐在地上默默哭泣 几个伴郎见识不妙 马上扶着他到我们的房间里来 看我坐在那 把他放下就走了 向千军嘴里含糊着呼唤一个人的名字 风雅 风雅 见识不对 我赶紧拿出手机录像 果不其然 接下来的话更加劲爆 风雅 我好想你 风雅 为什么你不要我了 如果和我结婚的是你就好了 我根本不喜欢那个女人 我会好好履行我们的计划 你一定一定不要离开我 他躺在地上 哭得鼻涕眼泪一团 今天又因为是个大热天 他跑来跑去 身上的汗臭熏得我不敢靠近 这一段视频 我直接上传到了家族群和同学群里 我的微信私聊已经快要爆炸 我爸率先打了视频电话过来 电话那头 他和我妈都阴沉着脸 宝贝女儿 我们现在就来 咱家受不了这口气 这狗屁的向千军叫他滚 我笑着应了一声好 然后挂断电话 婆婆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她的表情有些扭曲 对我的不满已经快要一出屏幕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们千军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他和风雅两个人清清白白 倒是你 把这视频发在群里 给我们千军抹黑 你安得什么心 是要逼死我们一家吗 看到他唾沫横飞 满脸愤怒的样子 我只觉得想笑 又不是我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说的 他喜欢徐丰雅 为什么还要娶我 他只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 你没本事抓住男人的心 还怎么好意思把这些发出来 你们家没家教 不代表我们家没有 死老太婆 滚吧你 我故作夸张的表情 见兮兮地回复他 不等他再开口 又立马挂断了电话 一想到老太婆气得蹊跷声烟我就想笑 他没少给我下马威 只不过我都不接招 所以他不喜欢我 我也很想和他对喷一局 可惜一直没机会 今天也算是喷个爽了 好朋友们的信息 我都来不及回 我爸妈就敲响了家里的门 没错 我和向千军的婚房和我爸妈的房子在同一个小区 这婚房也是我爸妈婚前给我买的 我爸看到在地上烂醉如泥的某人 听着他口中喃喃着风雅的名字 怒从中来 直接把他扔到了楼道里 我妈不解气 直接踢了他一脚 他直接滚下了十一级台阶 看着趴在地上生死不知的向千军 我默默地抿了抿嘴 要说不难受也是假的 毕竟自己对婚姻还是有些向往的 虽然我一直知道他不爱我 可是亲耳听到 还是会觉得难过 之前相处的半年多里 从未见过他失态 现如今却在婚礼当晚见识到了 我倒也没有那么难过 相较于宣泄情绪 可能还是报复感更强些吧 他向千军读书时候 不是最要面子吗 我这一次性给他丢光光 后半辈子都被人定在耻辱柱上 这也算是他破坏 我对爱情的美好憧憬的惩罚 我爸又进了门 把家里贴上的红洗字全撕烂了 然后把门一关 咱们一家人今天就睡在这儿吧 谁敢来闹 我直接就把他五马分尸 微信又发来了新的消息 一个熟悉的人名跳了出来 徐峰雅 不好意思小月 给你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我和千军没有什么关系的 上次我和他说完不会在一起之后 他就和你谈恋爱了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接触了 这话看上去非常有问题 果然高段味绿茶就是不一样 他说是他和向千军彻底白白后 向千军才和我谈恋爱的 回想起刚相亲那会儿 他对我一直不冷不热 结果在某一天 突然对我展开疯狂的追求 外面敲门声叫骂声突然响起 还有哭号声 我的千军怎么躺在这儿 你们留家都是些什么人啊 果然 婆婆带着他的妹妹上门来骂嫁了 真是没家教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我们千军从小是家里的宝贝 你们居然敢这样对他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爸把门一开 端个凳子坐在门口 一把大砍刀拿在手里 在旁边随手挥了一下 砍刀在坚硬的水泥楼梯上 砍出了一个缺口 向千军的爸爸死得早 他妈妈看我爸这个气势坐在那 心里也发出 妈妈咧咧地把儿子送去了医院 至于徐丰雅的消息 我就装作没看到 他这点手段对我没有丝毫作用 因为我并不喜欢向千军 第二天一早 向千军的电话响起 我忘记把他拉黑了 我麻利地点开和他有交集的所有社交软件 拉黑删除一条龙 要不是他妈一直缠着他 不肯让他去领证 估计我还得留着他的电话去离婚呢 下午他和徐丰雅一起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那时候我爸妈正好买菜去了 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小月在吗 一个清脆的女生响起 好像一只娇俏的百灵鸟 是徐丰雅的声音 我一听就知道 刘月 给我开门 快点 向千军的语气透着不耐烦 但和之前不同 现在的声调都是温柔的 估计是因为徐丰雅在身边吧 我在里面坐着 想看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还没等我到好水 就听到了一阵钥匙开门的声音 我忘记这茶了 之前把钥匙给了向千军 忘记换门了 他一进门 就看到我悠哉悠哉地喝了一口水 气不打一处来 一下伸手打翻了我的水杯 你到底想怎么样 现在好了 你满意了 我没理他 自顾自玩手机 我身败名裂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骂我也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把风雅扯进来 他是无辜的呀 估计是看我不理他们 他的声音越来越响 他身旁的徐丰雅 适时拉了拉他的衣袖 向千军又肉眼可见地 乖顺下来 风雅 我见不得任何人说你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了 你没说过 风雅怎么会哭 千军你别说了 小月没有说我 都是我不好 让你们变成现在这样子 是我的错 这对狗男女的表演 我是一秒钟也看不下去了 首先 你们说的话令人作呕 其次 你们说的话令人作呕 最后 你们说的话令人作呕 向千军还想说些什么 我爸妈刚好走到门口 你们怎么在我家 不要脸的东西 还不快滚 向千军不服气地说 这也是我家 凭什么让我滚 这房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我爸走到向千军身边 他一米九 两百斤的壮汉 显得一边一米七五的向千军 格外娇小 看到我爸 我就想狗杖人试一把 冲上去扇了向千军一个巴掌 听到没有 还不快滚 向千军被这一巴掌扇猛了过去 有一瞬间的正愣 一反应过来就想扑过来打我 但显然 有我爸在 他单薄的身板 根本冲不破那防御线 徐丰雅看着被打得向千军 心疼不已 眼里已经泛起了泪花 冲我开口道 刘月 你怎么能打人呢 闭嘴 再说连你一起打 我并不想伤害他 毕竟他除了绿茶一点 也没有害过我 他看了看我爸 又看了看已经趴在地上的向千军 仍然不怕死地继续说 你们打人是犯法的 我要报警 私闯民宅寻衅滋事 情节较轻 也要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你要报警 那就报警吧 看看到底是谁会蹲橘子 我这里有监控录像 我轻蔑地笑了一声 也没管门外两个人怎么样了 等我晚上和爸妈出门散步时 外面的两个人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一张纸条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身边的朋友时 无一例外收获了所有人夸张的笑声 哈哈哈哈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像千军 哈哈 没过多久 我收到了高中同学的结婚请柬 结婚当天 我画了个清淡的妆容 穿得也比较低调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居然把我和像千军安排在一桌 看到她和徐风雅坐在一起 不顾旁人诧异的目光 甜甜蜜蜜地贴在一起 我直犯恶心 小月 你来了 你不要误会 我和千军不是你想的那种 她蹭得一下站起来 脸色尴尬 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像千军脸色阴沉 把徐风雅一把拽到自己怀里 风雅 你别害怕 我就是爱你 只爱你一个 她留约这样的人也配得上我 我和她早就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一桌的都是些高中同学 看向她的眼神充满了鄙夷 一个男人 把自己的面子丢光了 还在这里耀武扬威 我最好的朋友轩宁姗姗来迟 一坐下就听到了这番惊人的话 气得包还没放好 就指着她开骂了 你个不要脸的凤凰男 徐风雅嫌弃你 没钱把你甩了 你还舔狗一样倒贴上去 你妈跟链子情节一样 一说领证要死要活的 我们留约不要彩礼 也同意先办婚礼再领证 房车备好 就凭你那几块钱的工资 还想买得起房 这辈子吃不上三个菜 还有你 绿茶姐 这边钓一个 那边钓一个 怎么 上次那个富二代 把你甩了来找接盘侠了 我老公去年陪我去产检 你可排在我上一号 此话一出 举座皆惊 这又是什么劲爆大挂 她向千军 可是刚毕业几年说 资产百万 全款买房 感情是别人的 还有高中女神级别的徐风雅 跟着富二代去产检 显然 向千军和徐风雅两个人 也对对方的八卦感到震惊 千军 你不是说 那是你的房子吗 徐风雅 你怀过孕 向千军抓住了徐风雅的手 双眼通红 你不是说 你还是清白之身 原来是被人顽固的烂火 徐风雅的表情 也变得猙獰起来 没钱在老娘面前装什么逼 上次来找我那派头 还以为首富是你爸呢 向千军甩了徐风雅一个巴掌 甚至还想骑在他身上殴打他 而徐风雅被这一巴掌扇猛了 一反应过来 就用长长的指甲 在他的脸色 划了好几道血痕 台上的新人 也被这边的动静吸引过来 眼看轩宁 还要继续输出 我赶忙拉着他的手往外走 同时给女方发了个微信 说下次会被一份厚礼 打搅了人家的婚礼实在不好意思 至于他们俩后面如何了 我也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的 他俩一闹起来 双方新人的父母和亲戚都过去制止了 女方母亲更是怒火滔天 自己女儿一辈子最重要的婚礼 被这两个人搅和了 所以当这两个人被请出大厅后 女方的几个舅舅把两人拖到没监控的地方揍了一顿 后来这两个人居然报警 还去医院检查 闹赔偿 再次见到他们俩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 向千军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 是和我交往时的花销 具体到他买了四个蛋挞二十元 而我吃了三个 所以需要还他十五元 并且更过分的是 有几次他把钱转给我 叫我去买单 他说这并非自愿赠予 要我还给他 我和他交往不到五个月 原先以为他是一个老实的男人 对我也比较大方 想着凑合一下算了 结果这个男人的心眼比睁眼还小 一份账单 厚厚的有将近十多页 总计要我还他三万元 看到这账单 我都差点气笑了 他知道我和我爸妈住 所以没有来我家找我麻烦 而我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他就把这寄到我公司来了 小月 你快下去看看 有两个老太太在撒泼 在叫你的名字 我用脚趾头 想就知道是像千军他妈和小姨 刘月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花了我儿子的钱 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我们千军给你花了那么多钱 名牌衣服包包首饰 你身上穿的袋的 哪样不是我们千军买的 现在好了 找了个富二代就把我们千军踹了 拜金女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 在大厅中央狠狠发泄着心中的怒气 不管自己说的是真是假 只要有人信了 那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下来的时候就有预感 靠吼是吼不过他们的 两个老太太骂街一直没输过 赢的关键就在他们的嗓门上 所以我顺手把一个小喇叭揣在了怀里 向千军一个月工资四千 我这块表四万 他凭什么买得起 我爸有钱 我身上穿的用的全是我爸给我的 你不服 他向千军给我列的分手清单 一起出去吃的喝的 他一口没吃吗 全算在我头上了 就连过节期间他给我转的五百二十红包 我给他退回去了 他也要算上去 穷疯了来这撒破 喇叭的声音盖过了他俩的叫骂声 恼羞成怒的两人冲过来就想打我 开玩笑 这公司是我爸开的 安保人员怎么可能让大小姐受伤 你们不是要钱吗 还要搞臭我的名声 我现在就回去列清单 我给他买的衣服 还有给你俩买的 加起来就有七八万了 还有两个月前借我的五万块钱 不还就走司法程序 什么破衣服这么贵 我还不惜地穿 那笔钱是你说给千军的 居然还要还 有钱还抠门 活该你家以后穷三代 不好意思 我现在是富二代 你们千军可不就是穷三代吗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咱们走着瞧 我们千军很快就会发大财了 你们家迟早穷困潦倒 说完这些 我也懒得理这两个泼妇了 叫安保把他们俩拖出去了事 但是他说这些话 倒是让我有些感兴趣 像千军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啥都没有怎么发大财 而且那次借了我五万块钱 毫无征兆的 也没有要还我的意思 他喝醉那天说的什么计划 又是什么东西 如果我不解决这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会源源不断地困扰着我 我也不想让爸妈为难 所以我需要趁早解决这个事情 于是第二天 我把我给他花钱的一些账单里清除 虽然没有他那么离谱 但大部分大头的花销和转账记录加起来 算上那五万 也差不多有十几万的样子 全部寄到了向千军他家门口 随后我就去找轩宁 他老公在律所工作 认识一些私家侦探 轩宁两口子也很快为我找到了人选 他叫商业 和商业的第一次见面 就让我脸红心跳 无他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帅了 精致的五官 灵动的眼神 还有恰到好处的宽肩窄腰长腿 现在已经是初秋 他穿的白T运动裤 带着说不出的氛围感 好像是青春期暗恋的男生 打完篮球那样的肆意张扬 你好 我叫商业 私家侦探 你好 我叫刘月 请问刘小姐 您想要调查的对象是谁 想要调查的事情是什么 这件事说来话长 那我就长话短说 是我前男友 他叫向千军 他好像有个计划 想要搞我 你帮我查查他最近在干嘛 好的刘小姐 情况我已经知晓了 我的能力你放心 他冲我笑了一下 合上了笔记本 商先生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问吧 你为什么要干这一行 我喜欢八卦啊 这理由虽然离谱 但好像很有说服力 因为我也喜欢 商业的能力确实没得说 两天后 他说搞定了 这次 他说要在比较私密的地方会见我 我就在茶餐厅订了一个小包间 刘女士 我能找到的证据几乎都在这些视频里了 如果您介意的话 可以不看 我把他们的计划念给你听 他一走进包间 眼神里就闪烁着一股兴奋的光芒 还没等我开口 就迅速把电脑递给我 你怎么这么激动 我笑了一下 看到视频封面 两个人交叠在一起 脸色瞬间僵住 他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您看吗 看一下也没有坏处 原配看小三和男人的小电影 这想想就刺激死了好吗 我有些无语 但也没拒绝 连上了耳机开始看 果然 千军一发 在我以为刚开始的时候 他已经结束了 更离谱的是 商业把他们在酒店和车里好几个视频剪辑到了一起 我的脑子都蒙了 像千军果然很对得起他的名字 甚至高清放大看 还能清晰地看见徐风雅尴尬的笑容 他的叫声眼都来不及眼 事后 向千军总会点起一根烟 然后抱着徐风雅说 风雅 我们的计划很快就会实现的 听了五分钟 来来回回就是这几句话 我有些不耐烦了 打开进度条一看 后面还有五分钟 您可以跳到七分十三秒开始看起 那是在车里 这车还是我的 想想就恶心 千军 这窃听器靠谱吗 当然 只有我们俩知道 那个姓刘的 蠢的要死 才不会发现 你说那些毒品 真的不会被发现吗 发现什么 只要给他一针 后面他肯定求着我要 这录音就是证据啊 剩下那些 往他爸妈家里一藏 他们一家进去了 钱不都是我的吗 只要有钱 牢里死几个人 又不是什么大事 那你的房子 什么时候过户到我名下啊 你都给他买了 那至少给我买两套啊 要不然就是不够爱我 当然没问题 我的心肝宝贝 只不过我妈缠着我 不让我去领证 他们都觉得 你才应该是我的老婆 我和他领证委屈你了 没关系的千军 我不在乎这些 只要你在就够了 我顿感手脚冰凉 我原以为他 就是一个卑鄙无耻 骗人家感情的贱男人 没想到他如此阴险歹毒 居然想要我一家人的命 你怎么会有这段录音 这是渣男 在我车里装的窃听器 商业是从哪里搞到的 我上次在他包里拿的 商业的表情十分骄傲 好似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一般 拿的 他没发现 发现了呀 那你 我跑了呀 他之前一条腿被人打瘸了 拐杖都没拿 就要来追我 单脚跳摔进了水沟里 现在两只脚都动不了了 想到那个画面 商业还忍不住地笑 刘小姐怎么会看上这样的蠢货 我无奈地摇头 没想到像千军是这样的人 那五万 估计都被他拿去进货了 现在不知道那些东西藏在哪里 如果在我家发现的话 这对我爸妈的企业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他们的毕生心血 很可能会毁于一旦 商先生 谢谢你 这次的酬劳 我会打在你的卡上 改日请你吃饭 我有事先走了 刘小姐不妨加我一个微信 我朋友是警察局的 你也许会需要他的帮助 好的 我很严肃地 把在工作的爸妈叫了回来 然后跟他们说了这件事 爸妈当机立断 先报警再说 警局动作也很快 当即就立了案 向千军在家里养病 很快就被带到了警局里去 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叫许云 是个很年轻的男生 不过一看 就是那种很沉稳的人 刘小姐你好 我是商业的朋友 没想到圈子那么小 这都能遇上 你好你好 商业把大致事情经过和视频发给我了 刘小姐节哀 哈哈 哦 谢谢 我的脸色僵硬了一下 有种羞耻感是怎么回事 以防万一 您家中我们会派人去搜查 这几天要麻烦一下了 不麻烦不麻烦 您随意 当晚 我和爸妈没回去 住在酒店里 商业还挺自恋的 朋友圈里全是自己的帅照 个性签名也是商业最帅 就像一个开屏的孔雀 微信上 我拍了拍商业 许云是你的朋友啊 世界真小 刚好是他负责这个事情 他很快回复我 不巧啊 我教他接的这个案子 好吧 总之 还是谢谢了 不用谢 下次有事记得找我 你这瓜确实不错 吃得很开心 我也没有再回复 第二天 向千军家里搜到了毒品 怎么说呢 这个男的确实脑子不太好使 买毒品都买不到真的 整一袋全是面粉 只有给他验货的一小袋是真的 这海洛因才一颗多点 蠢是蠢 五万多买了一袋面粉 小命倒是保住了 这事情气得我在家垂墙 他想要我死 但我还拿他没什么办法 他并未实施犯罪 仅仅只是预谋犯罪 而且也没有贩卖毒品 严格来说 也只是一小段时间的拘留 我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我又去找商业 你应该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他一辈子在牢里待着 刘小姐 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我真的气得吃不下睡不着 你帮我想想办法 报酬随你定 有倒是有 不过需要刘小姐你 牺牲一下自己的名声 我可以让他在精神病院里 一直待着 没问题 你说怎么办 假装怀孕 说你三个月了 孕简当我帮你搞 六 那孩子他爸是谁 我 三个月前 我还没有和向千军办过婚礼 怀孕了 这不是杀人助心吗 我甚至并没有和他有除了牵手以外 更亲密的举动 头顶绿油油哦 当向千军胡子拉叉 狼狈地从拘留所被人赶出来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我挽着商业的手 还轻轻拖着肚子在那边等他 刘月 你 三个月了 你个贱人 你他妈绿老子 肩夫淫妇 你们都去死啊 他双腿还没好拳 走路有些不稳 但盛怒之下 发挥出了巨大的潜力 向我们冲过来 商业从背后还住我 月月小心 向千军没杀住车 撞偏了 一下子栽倒在地上 孩子出生需要奶粉钱 我给你妈和你已买那些东西 什么时候还我 还有我借你那五万 你拿不出来 就把房子敌给我们吧 还有 五万块买一袋面粉 可真有你的 他趴在地上 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毒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我早就被他凌迟了一万次 刘月 你 你商业顺手把徐丰雅之前和富二代拍的那些床照扔在了地上 向千军在这一刻彻底的疯磨了 啊不可能 都是假的 丰雅是我一个人的 你的钱也是我的 都是假的 哈哈 我不相信 他絮絮叨叨的念着 把照片收集起来 起身向我冲过来 你死了就都结束了 你快去死啊 车上的警察已经等候多时了 见他情绪激动 直接把他按在了地上 经医院的鉴定 也有商业私下的运作 向千军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而徐丰雅得知了向千军的消息 也在没有去看过他一次 悄悄离开了本事 至于我和商业 他是我八卦的来源 也可以说是我快乐的源泉 看热闹不嫌事大 就是我本人了 由于志同道合 我和他也顺理成章 在一起谈起了恋爱 我和他的生活并不合拍 彼此之间也没有那么深的爱意 但我们始终是对方最忠实的朋友 这也是属于我的最好的结局了 但我总觉得之前在哪见过他 不想了 好困哦 商业番外 刘月现在睡在我旁边 还在扎巴嘴 不知道梦到什么好吃的了 这个小馋猫 跟高中的时候一个样 高中的时候 我和刘月是隔壁班的同学 每次见到刘月 他不是在吃 就是在去找吃的的路上 一次月考 他正好坐在我前面 考试开始前五分钟 他才姗姗来迟 嘴里的东西还没咽下去 他把嘴巴塞得满满的 然后一口一口嚼 真的很像一只可爱的小仓鼠 也许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注意到他的吧 刘月 快来听八卦 考试见系 外面有同学喊他的名字 他很利索地站起身冲过去 如果他对知识的渴望 有对八卦的渴望一半多 我保证他绝对是前几名 我是他青春里的过客 出现得太短暂 也太平淡 当时我的脸上长了一片的青春痘 连光明正大的看着他都不敢 小月尝了一张银白如玉的脸 只要见过他的人都说他皮肤特别好 每次从他身边走过 偷偷看他的时候 他的脸颊上都散发着细碎的光 看起来香香的 好想咬一口 只好在与他对视的时候 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收回目光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心已经跳动如肋骨了 那种隐秘的悸动 让我的心怦怦直跳 走路特地绕个远路去上厕所 街水特地跑到他们班门口那边去街 有时候会撞上徐峰雅和向千军两个人 在教室里轻轻握握 我心里就是一阵烦躁 什么时候我也能有机会和小月这样呢 我多想光明正大的站在他面前 对他说出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吧 可我没有 我太自卑了 我的几个室友 好像看出来 我喜欢他了 每次他经过我身旁 总会发出一阵嗷嗷的躁动 搞得他频频侧目去看他们 我多担心他知道我喜欢他 会直接了当地拒绝我 我又担心他不知道我喜欢他 第一段阴暗处的恋爱无疾而终 在不断的纠结中 很快迎来了高考 高考后 我想找个机会和他表白 我精心制造了多起偶遇 但他并没有多给我一个回眸 在得知第二天 我就要出国留学的消息后 我冲到了他家楼下 他正好也出来散步 我和他擦身而过 用尽十二分的勇气叫住了他 同学 你 他转过身来 路灯的光打在他的发丝上 一切都梦幻得不真实 怎么了吗 你东西掉了 他捡起了地上的发卡 笑着向我道谢 那句我喜欢你 就这样哽咽在喉头 直到他远远离开 我才敢轻声说出 我喜欢你 在国外 我跟着父母做生意 之前我一直在想 父母都是咒服夜出的 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现在我知道了 直到我完全接管了他们的生意 并且越做越大的时候 他们才肯点头放我回来 那些什么四家侦探都是幌子 留学需要的东西 都是我叫小弟去搞来的 黑社会 永不过时 归国不久 我就听说了他要办婚礼的消息 经过很长时间的调理 我脸上的痘痘也都消失了 洗个头换身衣裳 也是个不错的清秀小帅哥 那天 我乔装打扮了一番 站在婚礼现场的角落 默默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 穿上最美的婚纱 嫁给别的男人 不过还好 老天有眼 没有把这么好的姑娘嫁给别人 婚礼 进行得很不顺利 我很开心 如果顺利的话 我会让她变得不顺利 她是我的 小月的闺蜜宣明 她老公和我有着密切的生意上的往来 也是借此机会 我才能找个借口 接近小月 为了给小月留下一个好印象 我特地在朋友圈 发了好几组精修的帅照 不知道有没有迷晕她 嘿嘿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喜欢过向千军 就算她喜欢 看到向千军和徐丰雅的关系后 也一定会断了心思 徐丰雅是我找来的 向千军和徐丰雅旧情复然 也是我设计的 徐丰雅在国外遇到的那个富二代 也是我让手下假冒的 包括买来的那袋面粉 也都是出自我的手笔 自始至终 他们俩都在我的圈套里 我的目标 是刘月 为了得到她 我不惜用尽一切手段 她不喜欢我 我知道 她不喜欢任何人 她的性子就是这样 表面上温温和和的 实际上心硬起来 谁都没办法改变她的主意 关于那两个人的事 我必须得满好了 否则我担心 小月会怕我 这样算计得来的爱 她只会觉得我恐怖 我不能接受她离开我 我必须让徐丰雅和向千军 永远地闭嘴 昨天 由于我连着加班了好几天 脸上冒出了几颗痘痘 小月 在我的怀里蹭来蹭去的 想要挤痘痘 我不肯 她闹了很久 才乖乖安静下来 低头一看 她在我怀里呜呜地哭 跟个小猫子儿似的 虽然一听就是假哭 但也给我心疼得不行 当时结婚的时候 我可是在她父母面前发过誓 绝对不会让她哭的 老公 你不给我挤痘痘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怎么会不爱你 我天下第一爱你 但是老婆 痘痘挤了容易留疤 你也不想得到一个丑丑的老公吧 除了不能挤痘痘之外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她抬起头来 眼睛不灵不灵的 看得我心痒痒 老婆好可爱 好想吃一口 真的吗 真的 那你如实告诉我 我们是不是见过 我心里已经荒成了一团乱麻 但脸上还是泰山崩于前 而面色不改 也许我们是上辈子见过吧 你胡说 我对你有印象的 我应该见过你 我将她抱得紧紧的 好老婆 我们一定是上辈子见过 下辈子还在一起好不好 小月哼了一声 在我的怀里安静了下来 我肯定见过你 等我下次想起来了 你就完了 还好 她应该不太记得我了 只是有模模糊糊的印象 把她哄睡以后 我给小弟们打去了电话 以后的工作 晚上八点以后的 都给我推掉 国外小弟们的心声 我 比起我的老婆 工作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挂了电话 我还专门跑去 镜子前面照了很久 可不能再长痘痘 让老婆怀疑我了 不过 她这段时间 越来越是睡了 改天带她去医院看看吧 我未婚夫的心上人 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从沈月涵被接到家里的第一天 我就知道 我讨厌她 我时常感叹 沈家血脉的强大 如果说我是名坏 那沈月涵就是暗箭 总而言之 没一个好东西 她前脚给我下药 后脚我就能揪着她的头发 往墙上撞 从十岁斗到二十岁 我始终占据上风 原因无她 我妈妈是沈家明媒正娶的 首富千金 她唯一的女儿 我是沈家公认的接班人 至于沈月涵 不过区区一个情妇生下的野种罢了 你对她做了什么 果不其然 周科的笑意退了下去 我看着眼前难得动怒的人 只觉得荒唐的可笑 就是这个人 这个我喜欢了十四年的人 给我和那个野种的争斗史上 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败迹 明明是我先认识她 明明我才是她的未婚妻 为什么她喜欢的人是沈月涵 不是我 这种愚蠢的问题 我从来没思考过 反正只要沈家一天不倒 周科就算是死 也是我沈青的鬼 我推开周科 对着镜子梳理头发 云淡风轻 我开车把她带到山里 还拿走了她的手机 可怜她盛装打扮 连出席订婚宴的机会都没有 算算时间 可能后天就能走回来了 不过 我回身面向周科 笑也如花 如果她运气不好 碰到什么小动物 也可能就回不来了 周科深深看了我两秒 沈青 你等着 等什么 我张开双臂 在她面前转了一圈 污水随着我的旋转 沿着红色裙摆 溅落在她的裤脚 等着不痛不痒的一桶脏水吗 周科 比起我和沈月韩玩的那些 你的抱负实在太小而刻了 她没有理我 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得很急 连洗手间外面的门都没有戴上 任由我一身狼狈地 暴露在宾客的视线中 我冷得直抖 但还是挺直几倍 昂着头往外走 污水滴了一路 遇上多看两眼的 我都会礼貌地笑着问候 再看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哦 沈 周两家的世纪订婚宴 主角双双离场 再配合我独一无二的落汤鸡造型 应该可以成为A乘重量级的笑柄 但我没有丝毫担心 我清楚 沈之言是不会允许沈家的名誉 受到一丝损害的 我那个靠着取了首付千金 发家致富的父亲 一向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 于是本该是闹剧的订婚宴 不仅成了美谈 更是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流出来 至于沈月寒 他被周科在郊外找到 救了回来 送回家食人已经陷入了高烧昏迷 可怜得不行 沈之言对于我和沈月寒的名争暗斗 始终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用据他的话来说 如果连这点过家家一样的伎俩都防不住 到了吃人的伤斗场上只会尸骨无存 反正对我们敬爱的父亲而言 只要不玩出人命 什么都好说 最终对于我的恶劣行径 沈之言只是敷衍地罚了我禁足三天 我迎上沈月寒 他妈想要把我千刀万寡的目光 校生连别墅外的保安都能听到 被禁足的这三天 旁边沈月寒的房间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沈月寒比我会装 在学校的人员自然比我好 我不屑于去和这些人打好关系 反正就算他们对我有天大的意见 见了我还是得大气 也不敢出地退到一边 说起来也挺难为这些来看沈月寒的同学 因为我的存在 探病都像是一场大冒险 我躺在房间的沙发上 百无聊赖地玩着套圈游戏机 隔壁的说笑声太吵 我随手抄起一个花瓶朝墙壁砸了过去 那头果然安静了下来 没过一会儿 房门被打开 我抬眼一看 是周科 他想说些什么 却在看见我手里的游戏机时停住了 你还留着这东西干什么 这游戏机是七岁那年周科送我的 从小到大 我的吃穿用度 各项技能教育的费用可谓天文数字 可是唯独少了玩乐这一项的权利 堂堂沈家大小姐 居然因为羡慕别人可以玩游戏委屈地直哭 听起来可笑 但在豪门中倒也正常 周科是私生子 那时候他刚被带回周家不久 日子过得凄惨 他见我眼巴巴地盯着路边孩子的玩具 二话不说 省吃俭用了一年 攒钱买下了这部游戏机 小时候 他是对我最好的人 可是现在 面目全非 我坦然地继续玩着游戏机 毫不避讳 因为我喜欢你呗 周科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沈青 你该不会以为 我会喜欢上你这么一个所有人都必如蛇蝎的人吧 他唯一能伤到我的 不过是不喜欢我 可我能伤到他的办法却有千百个 我翻身坐起来 笑弯了眼 你喜欢谁重要吗 你就算是喜欢天王老子 还不是一毕业就得和我结婚 周科 别忘了 你不过是周家养的一条狗 不配在我面前谈喜欢 我太了解周科了 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了解他 他的秘密 他的不堪 都是年幼相伴时 他亲口告诉我的 现在 我用他递给我的刀 毫不留情地刺回去 我痛 他也得痛 谁也别想好过 果然 他周身的气息 瞬间冷了八个度 沈青 你真让人恶心 恶心吗 眼眶有些热 于是我笑得更用力了 怎么 沈月寒玩音的一把好手 他就不恶心了 喜欢他的你 又有多高贵呢 说到底 大家半斤八两 谁也别瞧不起谁 周科冷眼看我 所以你这样玩明的 除了厌恶 还能得到什么 我差点笑出眼泪 能得到爽啊 看着你们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简直太爽了 周科抿紧了唇 转身离开了 临走时留下一句话 真后悔那桶水 不是我到的 我愣住了 那桶水不是他到的 可是我的礼物 已经送出去了 周科看到之后 不会杀了我吧 禁足结束转天 我兴高采烈地去学校了 其他人在上课的时候 我正在天台 忙着帮人洗澡 女生被绑在椅子上 唇半冻地发白 发烧不停地滴着水 她红着一双眼 审清 你迟早会遭报应的 我看着已经半空的水桶 扔下手里的水瓢 语气咸凉 哟 我哪里惹着学妹了 女生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 你在霸凌我 你不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 学妹怎么能乱说话呢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听说过吧 我举起水桶 将剩下的水 对着她的头 全部淋下去 笑咪咪道 我呀 这是在报恩呢 得知周科没有倒水之后 我派人调出了宴会厅的监控录像 录像中 一个女生紧跟着我进了洗手间 那女生不是别人 正是眼前的乔治 在这之前 我是不认识这个人的 只听说过 大一有个新生叫乔治 长得漂亮成绩好 现在 倒是对上号了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和我作对 也不想知道 恨我的人 可以从北京排到巴黎 我不介意再多捏死一只蚂蚁 周科找到我的时候 乔治已经快晕过去了 要不是被绳子绑着 他怕是连椅子都坐不住 周科看到乔治的惨样 难看的脸色更甚 审清 放开他 我不禁叹息 这个人还真是爱极了英雄救美这种桥段 救完我救沈月涵 救完沈月涵 又要救乔治 大盲人啊 我听话地松开绳子 任由乔治从椅子上跌下去 像破步一般趴在地上 一边擦手 一边好心情地和他闲聊 看你这脸色 应该是收到我的礼物了 周科深吸一口气 如果你的礼物是指那些灰 那我收到了 我知道周科恨透了周家 从他妈妈被周家老一辈害死之后 他做梦都想扳倒周家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假装乖巧地当着周家的走狗 就是为了收集周家非法勾当的资料 只不过 现在那些资料都被我烧成了毁 与其说是报复 不如说有私心 我不能让周科翻身 一旦他脱离周家的掌控 我们之间唯一维系的婚约 怕是也要作废了 我看向周科 有歉意 但不多 我以为是你倒的水 所以礼尚往来的送你一把火 也算合理吧 沈青 你明知道我用了多久 周科没有把话说完 似乎是介意有其他人在场 他看着我 眼底晦暗不明 你这次玩过头了 不得不说 他折服在周家这么多年 忍耐力惊人 分明已经气疯了 却依然能维持着 那副好好先生的人设 说出口的话 都让人有宠溺的错觉 我耸耸间 有些无奈 怪只怪你自己不早点 把话说清楚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人有多记仇 乔治趴在地上 好不容易才缓过来 沈青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你 我反手一巴掌 打断了他的义愤填膺 轮到你说话了 伪善者真是可怜 总是示弱极强 分明是他先来招惹我 现在反倒成我的不对了 这么一比较 我那个野种妹妹 就可爱多了 虽然又蠢又坏 但至少 他不会找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抬眼间 我看到周柯准备离开 我踢了踢脚下 被我一巴掌打懵了的乔治 叫住了周柯 这人你不带走 周柯摆弄着手机 轻哼一声 哼 他是奇遇的人 我已经给他发了消息 估计一会儿就上来了 奇遇算是周柯的朋友 也是在A城 唯一能和沈家抗衡的 齐家的接班人 重点是他和我一样 伟达目的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 不过一直以来 我俩都是一个在城南 一个在城北 各玩各的 谁都不会去招惹对方 尤其是在他到国外留学之后 A城就只剩我一人作威作福了 周柯突然笑了 沈青 你猜 你动了奇遇的人 他会怎么搞你 我不禁挑眉 他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再不回来 这A城 岂不是要拱手让人了 我望向声音的来源 只见奇遇已在天台的门边 瞇着那双狭长的桃花眼看我 他笑得温柔极了 沈青 咱俩玩玩 我也笑了 你想怎么玩 乔治看到奇遇 奋力爬起来 带着一身腥臭扑到他怀里 奇遇接住乔治时 微不可查地皱了下眉 唇盼却始终带着笑意 他逆向我 还是那副从容不迫的模样 死亡赛车怎么样 我将奇遇刚刚的嫌弃尽收眼底 没忍住笑出了声 奇遇 不满意这个游戏 我摇了摇头 我很喜欢这个游戏 只是 如果你想搞死我 大可不必浪费这些别角的演技 我瞥向奇遇怀中的乔治 愚蠢的女人 恐怕还不知道自己只是奇遇师出有名的一颗棋子 死亡赛车顾名思义 是搏命的游戏 两个人车头相对 横踩油门 谁先避开 谁就输了 奇遇没那么喜欢乔治 犯不着为了这种事和我拼命 唯一的原因只有城中那块最近在竞标的地 沈家是其家最大的竞争对手 我的车现在就停在下面 奇遇多的是机会动手脚 如果沈家的继承人遭遇不测 股价下跌 其家自然可以轻松中标 奇遇听完我的话 心领神会的倾效 所以 你敢来吗 奉陪到底 我和奇遇将游戏地点定在一条正在施工的沿海公路上 周科还有事要忙 临行前低声和奇遇说了些什么 奇遇让人把乔治带去医院 乔治虽然心有不甘 但还是乖乖走了 临走时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笑了笑 乔治最好祈祷我今天死在奇遇手里 不然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 出发前 我让手下的人检查了一遍车子 奇遇看出我的顾虑 笑意不明 不放心的话 我不介意乡车在美女 万一发生意外 死时有人作伴也算幸事 你的尸体还不够格 躺在我旁边 我嘲讽地笑 反身上车 发动引擎 透过后视镜 我看到奇遇脱下身上的外套 随手扔进垃圾桶 一想到乔治得知真相时的痛苦 我高兴极了 脚下的油门踩得更欢 奇遇也上了车 跟在我后面加速 没一会儿就超过了我 我握紧方向盘 又从侧面超过他 就这样 我俩不分上下 一路飙到了约定地点 奇遇从车上下来 斜四的眉眼染上几丝快翼 既然是游戏 总要有个赌注 女士优先 先说你的吧 我走到奇遇面前 抬手 指尖沿着车身的线条滑动 笑道 你的车不错 奇遇盯着我的手指 眼底按了几分 你要这个 我轻哼一声作为回答 指尖从车身滑到奇遇的胸前 你呢 想要城中那块地 本来是这么想的 奇遇含笑 看着我从他胸前的口袋 勾出炸弹遥控器 不过 我现在改主意了 我想要你 胃口不小 我收下遥控器 轻笑着拍了拍奇遇的脸 迎了我再说 奇遇 我好像必输无疑了 毕竟我可舍不得你死 我微挑眉梢 回身上了车 疯子之间 有种心电感应 只一眼 就能感到黑暗灵魂的共鸣 我也舍不得奇遇死 难得找到这样好玩的玩具 可不能轻易玩坏了 我抬眼看向路那头的奇遇 她坐在车里 单手撑在车窗边 支着头 用口形无声数着三 二 一 游戏开始的瞬间 伴随着提示音 车在显示屏跳出几个字 路灵精神病院 我一边接通电话 一边踩下油门 忙着呢 那头打断了我的话 顾女士自杀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回过神的时候 奇遇的车已经到了眼前 我民谨纯 挂了道挡 调转车头 结束游戏 一路上 我没有松开过油门 好像闯了很多红灯 但我不在乎 又或者说 哪怕撞死一万个人 我也想赶在那个女人死之前 去看她一眼 然而 当我赶到路灵的时候 只看到一袭白布 沈小姐 很抱歉 急救医生满脸歉意 我置若罔闻地绕开医生 走到床前 掀开白布 那是一张和我极其相似的脸 本该是名艳貌美不可方物的 却苍老挥败得宛如垂目 明知道她不想活 为什么不看好她 我的声音干涩嘶牙 我们每天都有检查房间内的物品 只是她把安眠药藏在独角兽娃娃里 那只娃娃 一旁的护理人员低声解释 话说到一半没了声音 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她不许任何人碰那只娃娃 包括我这个娃娃原本的主人 如果有谁想从她手中拿走娃娃 她就会发了狂一般乱撞嘶吼 我不分享 不分享 身后的医护人员不知何时退出了房间 临走前还贴心地关紧了门 我抬手抚摸女人的脸 僵硬 冰冷 我轻声呢喃 妈妈 你是在惩罚我吗 顾云如是个好母亲 但仅针对于普通人而言 对于从小就要在名利场厮杀的我来说 她的那套爱的教育 只会让我一败涂地 那个独角兽娃娃是她送给我的 幼儿园时 李家小女儿想要我的娃娃 我直接打断了她的鼻梁 回家后 顾云如教育我 轻轻美好的事物人人都喜欢 你要学会分享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后来 顾云如得知 沈志妍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甚至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 她不再看我 每天躺在床上 又哭又笑 口中哼着不成调的曲子 那曲子 是曾经沈志妍经常弹给她听的 终于有一天 我推门进去 顶着那张稚嫩的脸 笑道 妈妈 爸爸也有很多人喜欢 你要学会分享 我至今仍记得她的眼神 从迷茫 到绝望 最后是疯狂 看吧 根本没人愿意 分享自己 是若珍宝的东西 我平静地收拾起 顾云如的遗物 她房间的衣柜里 挂满了昂贵的漂亮裙子 全都是外公派人送过来的 我只觉得可笑 一个心都空了的人 就算每天吃着 用金子做成的饭 还是一瓶如洗 收拾好一切 我的目光移到床头 那个破旧肮脏的独角兽娃娃 要是一片一片 一年一年 从小孔里藏进去的 可是 要想取出来 只能将娃娃开膛破肚 烂了的东西 不要也罢 我只是把你交给我的道理 还给你 我没有错 没有人可以惩罚我 我抓起独角兽娃娃 从窗口的铁栅栏之间扔了出去 我直接开车回了沈宅 进门时 沈志颜正坐在沙发上看公司资料 我提着那个装满了顾云如衣物的箱子 走到她面前 沈志颜抬眼扫过我 又看向资料 回来了 你闯红灯的违规记录都被拍下来了 顾云如自杀了 沈志颜头也没抬 足足有二十几条 你知道一旦曝光 股价会跌多少吗 我说 我妈妈死了 沈志颜又翻了一页资料 我已经派人抹掉记录了 下次做事手脚干净点 曾经有人说我是个没有感情的魔鬼 然而此刻 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我的心被一寸一寸割裂 撕碎 某根崩了很久的弦 突然断裂开来 我打开箱子 朝沈志颜扔了过去 五彩缤纷的裙子在空中分扬散开 有几条落在沈志颜工整的铁灰色西装上 滑稽 可笑 像这个家一样 我终于控制不住笑了出来 笑着笑着 泪流满面 沈志颜因为我的没有礼貌惩罚了我 这次 他把我关进了那个狭小幽暗的禁闭室 每当我没有达到他的期望时 都会来这里 其实我并不会经常被惩罚 因为我的成绩足够优秀 也足够不择手段 然而 我还是恨透了这个地方 黑暗中 我不知道过了多少天 只记得从小窗口里送进来的饭菜已经变了几十样菜色 我不会傻到去学电视剧里那些宁死不屈的人 玩什么绝食抗议 我要漂亮而强大的活着 每一口饭都要努力地吃 然后才有力气让那些我讨厌的人没有饭吃 被关禁闭的最后一天 是沈月寒来给我送的饭 我慢条思理地吃着 他坐在一旁脱塞看我 姐姐 你知道为什么爸爸会对你这么残忍吗 我妈妈说 他找人强暴了顾云如 你猜 你是谁的孩子 见我沉默 沈月寒觉得自己总算搬回一城 越发趾高气扬 快点吃吧 今天就是CFA考试 你的驾照被没收了 爸爸让我带你过去 对了 去之前你还得洗个澡 别弄脏了我的新车 这场考试我准备了很久 不能耽误 于是我轻描淡写地 把没喝完的热汤泼了他一脸 恐怕你也得洗个澡了 沈月寒捂着脸尖叫 想叫医生来 又害怕没有完成沈之言交代的任务 会受到惩罚 只得跑回自己的房间去冲凉水 等我俩一同光鲜亮丽地抵达考点时 考试已经快要开始了 我看着眼前越来越模糊的景象 摇了摇脑袋 沈月寒 你无不无聊 这么多年只会下药这一招 沈月寒眨了眨眼 无辜地笑 姐姐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啊 对了 考试要加油哦 如果连这种证书都考不下来 回去怕是又要被关小黑屋了 我绝对不会再回到那个地方 我努力保持着清醒 冷笑道 这种话还是留给你自己吧 连二级都没考过的废物 从考场出来的时候 我几乎连路都走不稳 恍惚中看到祁玉站在不远处 背靠车身 笑着朝我招手 好久不见 我咬紧唇 维持着正常的走姿 来到她面前 扬起笑 没记错的话 那天我掉头之前 你已经停了 没错 祁玉的视线落在我的红裙上 笑意加深 既然这样 那就让开点 别妨碍我驾驭我的新车 我抬手 想将祁玉推开 却被她反手按在车门边 她贴近我 手缓缓向下 我宁紧眉心 别傻了 侵略的气息吹打在我耳旁 你唯一需要驾驭的 只有我 腿上的伤口 隔着一层裤袜 被她温热地大掌覆盖住 她把手抽出来 将沾染上的血液 在我的唇半妈撒 涂抹 果然 你还是最适合红唇 为了保持清醒 进考场前 我用美工刀 狠狠在自己腿上 划了一道口子 伤口藏在裙底 血液浸入黑色裤袜 我以为没人会发现 只听说你对别人狠 没想到 对自己也挺狠 我没有理她 用手背抹掉唇上的血 从包里翻出口红 把她的车窗当作镜子 在唇上勾勒涂抹 你那个好妹妹下的药 她怎么敬完些不入流的把戏 我忍不住赞同 确实 见我有了回应 奇遇俊极的眉眼染上笑意 我去划划她的脸 如何 我将口红放回包里 抿了下唇 笑道 不用 我自己来 她笑了笑 在开口是提出要开车送我 我乐得有免费司机 没有拒绝 上车后 我报了一个地址 正准备闭目养神 却听到她说 先去医院 我还有事要办 先去医院 你好吵 先去医院 我睁开眼 抬手就要去拉车门 奇遇急急落了车门锁 把车停下 行 先去办事 但你的腿要包扎一下 话落 她翻出车里的医药箱 不由分说地揽过我的腿 架在她的腿上 我不由地跟着她的动作 扭转身子 面向她 我感受到她的指尖 在我腿上游走 传来一阵苏痒 不禁眉 奇遇 你与举了 她加重手下的力道 我吃痛 垂向她的肩头 放开 她没有松手 声音音策策的 一想到这么漂亮的腿会留下疤 我就想杀了你妹妹 这是我的腿 你分开个什么劲 我不是说了吗 我想要你 我把腿收了回来 不在意地笑 本想提醒她 打赌输了 念头一转 开口道 如果你能通过我的考核 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嗯 我最近要对付的人有点多 分身乏术 奇遇笑了 你想让我去搞乔治 我也笑了 不得不承认 奇遇对积了我的胃口 办完事 奇遇把我送回了家 我抄起水果刀开始找人 却发现 沈月涵和他妈妈都不见了 问了仆人才得知 沈志颜出国谈生意 沈月涵吵着 要一起去玩 于是 一家人和和美美地走了 沈月涵以为知道了 我不是沈志颜亲生 就可以随便拿捏我 结果下了药 又害怕我报复 守着避风港逃了 可是 他躲得过初一 躲得过十五吗 我放下刀 无声地笑 更何况 他死也不会想到 那个他自以为的真相 不是真相 反而是送给我的一份大礼 送饭时 他嘲讽我不懂沈志颜 以为我的沉默是认输 却不知道 我是用了多大的力气 才忍下笑意 我可能是不懂沈志颜 但我太懂顾云如了 如果我不是沈志颜的骨肉 根本就没有命来到这个世界 不知道沈志颜知道这一切之后 会是怎样的光景 不过 要想彻底击垮沈志颜 还需要很关键的一环 这些年来 沈志颜之所以能在A城呼风唤雨 少不了顾家的扶持 我驱车来到顾家 面对着顾老爷子 笑意吟吟 外公 你母亲的葬礼都没来 怎么现在来了 顾老爷子清敏杯中热茶 并不十分热络 也不怪他不喜欢我 我自小与他接触不多不说 更是逼封他女儿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今顾云如死在了精神病院 他不让我陪葬都算好的 然而我依然带着那副笑脸 我被爸爸关起来了 这不一被放出来 就赶着来看您了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 你们家的烂糟事 我懒得管 我乖巧地为老爷子添茶 轻声道 妈妈死得这样不光彩 如今尸骨未寒 父亲就带着情妇和他的女儿 去国外度假了 您真的咽得下这口气 老爷子笑了 只是笑意未达眼底 小青 我知道沈志言出国是为了谈生意 你不用在这添油加醋 我是云如的父亲不错 但也是个商人 如今已经陪了一个女儿 不能再陪了生意 以沈家目前的实力 我听得不耐烦了 打断了老人家的生意经 如果我说 我可以顶替父亲的位子呢 这些年来 除了学习和玩弄沈月寒 我的时间几乎全用在了帮忙打理公司事务和参加宴会上 这一切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接管公司 只不过现在 我想把这件事提早一些 老爷子挣了半赏 叹了口气 你一点不像云如 你聪明 很辣 也心大 如果云如能像你一样 或许也不会死 只是 我已经半只脚迈进棺材了 何必陪你去冒这个险 我拿起刚刚倒好的茶 一饮而尽 这个险 只怕老爷子您是冒也得冒 不冒也得冒了 几天后 沈之言带着沈月寒母女回家时 我已经在客厅等候多时 沈之言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CFA成绩我已经查到了 还有进步空间 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笑了笑 将亲子鉴定书递了过去 这里有份文件您看看 考试结束后 我拿着沈之言的头发 去了他最信任的医生那里 那个医生和沈月寒 他妈按通款区 早在我出生那年 就做出了一份假的亲子鉴定 我用上了那把划破我大腿的美工刀 要求医生再做一遍 这次 要真实的 沈之言看着文件 抖着手拨通了医生的电话 医生那边我早就派人守着了 他不敢说谎 只得将实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我挑眉看着沈之言的脸 逐渐失去血色 好心提醒 如果还不相信的话 A城有那么多家医院 随便你再去测 沈之言的声音都在颤抖 所以 你是我的孩子 小如没有背叛我 他不仅没有背叛你 甚至你以为的情人 也是这个毒妇找来去强暴他的 我看着沈之言悲痛欲绝的眼 多多逼人 你们一个不敢说 一个不敢问 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只手遮天的沈总 被蒙在鼓里二十年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呀 后悔吗 晚了 顾云如已经死了 你的忏悔 留到地狱里去说吧 今天 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杀人犯 当然 也包括我自己 沈之言抖着手 想要来拉我 被我甩开 对了 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我把那份董事会 由顾老爷子领头的罢免书 扔给沈之言 现在 沈氏财团的负责人 是我了 我亲爱的父亲 感谢你多年滋滋不倦的教导 你的女儿 如今是不是足够优秀 足够符合你的期待了呢 沈之言没了声音 双目失神的 不知在看着什么 仿如瞬息间苍老 我没有再去管沈之言 反手抓过已经呆住的沈月寒 我把他按在地上 掏出水果刀 朝着他的脸 缓慢又深刻地滑了下去 这个 是还你考试前给我下药的 刀刃太过锋利 直到血液慢慢渗出来 沈月寒才有知觉 他惊恐地将我挣脱开 哀嚎着捂住脸 扑向他的妈妈 然而他的妈妈 早就慌了心神 那女人跌坐在地 不明白怎么好端端的 事情竟成了这样 嘴中一个劲重复着 早该杀了这个祸害 早该杀了 曾经预想中的快乐 并没有出现 我只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烦躁和空虚 我朝守在一旁的人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把人带走 那些都是神老爷子的人 处理这些人的后续 也包括在我和他的协议之中 老爷子纵横黑 白两道这么多年 手脚干净得很 以后我这些亲人 是生是死 是残是疯 都不会再来爱我的眼了 说起来 能让顾老爷子为我做这些事 还要感谢周科 他收集的证据中 有一些牵扯到了神 顾两家 随便哪条证据抖出去 都能令老爷子的百年基业 化为乌有 想到周科 我的眉眼柔软了一些 他的那份资料被我烧了 我却给自己留了一份辈分 要是被他知道 怕是会气出病来 我抬起头 缓缓缓顾这个凌乱又寂静的家 毫不留恋地走了出去 现在 只差最后一步了 这最后一步 实在不太好走 夜色渐浓 我开着车 漫无目的地在街头缓慢行驶 后面的车不停地按着喇叭 我掏出放在车上的手枪 停车 下车 走到那人的车边 他按下车窗 正想破口大骂 我抬手将枪顶在他的额头 没有一丝犹豫 按动扳机的同时 嘴里配着音 蹦 我看着他 吓尿了裤子 情不自禁笑出声 唠肿 回家换条裤子吧 我将那把玩具枪顺着他的车窗扔进去 回到自己车上 这才看到手机显示着十多痛未接电话 全是周科打来的 我不去找他 他倒是自己找上门来了 我摸出一根烟 叼在嘴里 把电话拨了回去 打出去不到一秒 电话接通了 他的声音从那头传来 沈青 你在哪 我搬动打火机 盯着蓝黄色的火焰 愣了一会儿 才想起来回话 怎么 想替沈月涵讨公道 周科听到我含糊的声音 静默了几秒 问 要不要来月色喝两杯 我咧嘴笑了 既然有人求着 我带他上路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到月色之后 服务员轻车熟路地 把我带向一个包厢 我推开门 齐玉的声音 透过嘈杂的电子乐 钻进我耳朵 我记得 你以前和沈青玩得挺好 怎么后来搞成这样 我站在门边 听到背对着我的周科如是说 小时候看他妈妈是个疯的 觉得可怜 后来发现他也是个疯的 只是现在 你也听说了 他家 齐玉的唇盼 闪过一丝笑意 如果说 刚才我的心情是迷惘 那么现在 就是极致的愤怒 我踹开门 冲了进去 随手抄起一瓶红酒 朝桌边一砸 俯下身 将锋利的碎处 对准周科的脖子 周科 我警告你 你可以恨我 爱我 但我绝不允许你可怜我 周科 在我将尖刺扎入他脖梗之前 握住了我的手腕 他拉着我的手 将碎瓶子挪远了一些 他凝视着我 恍惚之间 我仿佛看到了曾经那个攒钱给我买游戏机的小男孩 沈青 你冷静点 我知道你现在不好受 你等等我 等我搞垮了周架 我带你走 那沈约涵呢 你不爱他了吗 回应我的是沉默 一瞬间 我全都明白了 我看着眼前周科清润的眉眼 从未想到有一天会觉得这张脸如此陌生 原来他从没有爱上过任何人 他只是喜欢游走在感情关系中 利用他虚伪的好 看着我们斗的头破血流 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可怜的自卑心理 也是 我早该想到的 黑暗中开出的花 怎么会真的洁白呢 可是他不该来玷污我心里最后的那片净土 我像失了力气 手中的瓶子落地 应声而碎 我听到一个声音从我口中传出 周科 想去兜兜风吗 一旁的齐玉 倚着沙发靠背 看了半天戏 听到这话 突然开口了 你今天开的 是被我动过手脚的那辆车吧 我冷眼逆向齐玉 有时候 太对胃口 也不是什么好事 他漫不经心地抿了口酒 看向周科 我建议你别去 他的车被我装了炸弹 现在遥控器在他手上 周科凝视着我 似乎想从我眼中辨认 齐玉的话是真是假 我没有回答他眼中的问题 只是继续问着 我再问你一遍 想去兜兜风吗 周科没有说去 也没有说不去 只是宁谋看着我 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一股造诣涌上心头 还有什么好找的呢 当年的我和他 早就不见了 我起身正准备离开 齐玉挡在我面前 双眼含笑 真薄情啊 这还有一个人呢 怎么就不问问我 我冷笑 绕开他往前走 我才不会相信 齐玉那些逢场作戏 不过是把彼此当作好玩的玩具 何必惺惺作态 齐玉又跟了上来 话语间竟多了一丝祈求的意味 沈青 你问问我 我不耐烦地瞟了他一眼 所以 你敢来吗 真是浪费时间 他这么一个利益至上 很利精明的人 怎么可能奉陪到底 他笑着回答 没有丝毫犹豫 我的心跳停跳了一秒 这句话 是当初我回答他的 我驾车急驰在沿海公路上 透过后视镜 我看到周柯的车紧咬在后面 车在显示屏不停地弹着他的来电显示 我和齐玉都没有去管 坐在副驾的齐玉笑意吟吟 怎么样 知道周柯以前对你好 只是因为可怜你 你还喜欢他吗 我冷哼一声 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话是你故意引他说的 早不问 晚不问 偏偏在我推门的时候问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齐玉丝毫没有被拆穿得尴尬 那又如何 他本来就不值得你喜欢 那谁值得 齐玉突然贴近我耳边 手轻斧着我的脊背 自然是我了 低雅的话语声宛如英素 我们是同一类人 一样坏 一样疯 一样勇敢 我感到某种不可抗力 在心底暗涌 齐玉还在不停地说 说他是怎样玩弄乔治的感情 说他给乔治喂了药 扔进了声色场所 说乔治好像被玩残了 现在连生活都无法自理 我静静听着 没有丝毫同情 话语间满是嘲讽 如果他不是不自量力地和我作对 也不会落得这种下场 齐玉认同弟点点头 忘了告诉你 订婚宴上那桶水 是我让他去泼的 我突然笑了出来 所以 你一开始 真的只是 想要乘中那块地 是啊 可惜你安排的狗仔 被沈之言做掉了 齐玉轻蔑地笑 一个废物 不死在你爸爸手里 也会死在我手里 他突然贴近我 像是分享什么秘密一般 温热的气息吹洒在耳畔 不过 我爱上 要比你想象中早一些 你知道吗 你说那句 再看就把你的眼睛 挖出来的时候 漂亮极了 一种莫名的快意 在我胸膛回荡 我几乎想要笑出声来 本来还觉得 拉你一起死委屈了你 现在看来 你也算死得其所 齐玉垂眼摆弄着 手中的遥控器 所以我通过考核了吗 现在 我的尸体够不够格 躺在你身边 我反手摸了摸 空空如也的口袋 什么时候拿走的 嗯 差不多是说到 同一类人的时候 齐玉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来电的提示音 扰得不厌其烦 他接通了电话 周科略显急切的声音 从那头传来 沈青 你别做傻事 我轻声笑着 周科 我发过誓 要让所有害死我妈妈的人 付出代价 而那些人中 也包括我 我切断电话 也切断了我与周科之间 连真心都充斥着谎言的虚妄 曾经我以为 他是唯一真心 对我好的人 后来我才明白 唯一真心 对我好的人 已经死在了那个 连窗口的铁栅栏 都要包裹着 棉层的囚牢里 我好想他 静谧的车厢内 我听到齐玉问 准备好了吗 我看向天边泛起的雨堵白 如同黑夜中 随时会消失的光 浑浊 却透亮 我笑着点点头 伴随着他按下按钮的动作 我们一口同声 说出那句 BOOM 整个世界绚丽 如转瞬即逝的烟花 如同这场盛大演出的落幕 也或许 是新故事的序章 谁又说得清呢 世间本浑浊 爱与醉同歌 番外 小女孩抱着怀里的娃娃 眨巴着一双大眼 问 然后呢 然后啊 然后当然是坏蛋 全部死光光了 她摇了摇头 不解到 谁规定坏蛋 就一定要死呢 到底什么是好蛋 什么是坏蛋呢 我被问得手足无措 胡乱答道 M 遵纪守法 勤劳善良 诚恳待人的 就是好蛋 可是大家最后都要死 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坏蛋呀 我按住她毛茸茸的脑袋 塞进被窝 小孩子哪来这么多问题 快睡觉 毛茸茸又钻了出来 妈妈 我不想他们死 那颗炸弹 就不能也是玩具的吗 昏黄的灯光中 我看向床头摆放着的 独角兽娃娃 她经历过风吹雨淋 肮脏破烂 肚子上还布满了 密密麻麻的缝针线 可是没人知道 那里面的棉花 是黑是白 是什么形状 我笑了笑 轻点着女孩额头 齐青玉 你再不乖乖睡觉 我就去 把爸爸喊来咯 亦我是个小说作者 每天赶搞到深夜 在饥饿和催更的双倍打击下 我疯了 连夜登陆社交网站 激情开卖 相处七年的未婚夫 居然勾引我闺蜜 无数次的忍耐 换来的是变本加厉 V我五十 听我的复仇大计 帖子一发 我淤积在胸口的闷气 才逐渐消散 发疯真不错 发疯有益于身体健康 伴随着短暂的提示音 手机屏幕弹出提示消息 复京 手机光光联想 转屏赞秒过万 有人说 作者醒醒 你火了 我网上一扫 瞳孔地震 糟糕 忘切小号 我死都想不到 这辈子第一次上热门 是因为造谣未婚夫劈腿 短暂的几分钟后 手机银行卡到账五十万 外加一条冷冰冰的留言 转了 说 说不出来 就死 二我和傅京订婚七年了 据少离多 他因为生意原因 常年驻扎海外 逢年过节 冷冰冰地问候短信 也是由他的助理代劳 相比之下 我在财经杂志上 见到他的机会比较多 最近一次见面 是前年他回国的时候 两家人坐在一起 吃了个便饭 双方父母提及婚事 他淡淡回绝 再说吧 没时间 当晚他接了个电话 立刻起身告辞 留下两家人略显尴尬 因为大家都知道 傅京心里有个白月光 死了 闺蜜不知道 从哪里打听来的消息 白月光是傅京的初恋 早些年 因为女方父母强烈反对 两人没在一起 后来等他想娶时 人却走了 不过 我俩是商业联姻 订婚的目的就是 双方共同发展 不存在感情纠葛 现在我一句话 把傅京送上娱乐板块热搜 这婚大概率是结不成了 此时 我妈正在电话里臭骂我 马上给傅总赔礼道歉 要是毁了联姻 你就卷铺盖 跟你的杂志社一起滚蛋 杂志社是我的梦想 可惜大环境不景气 在破产的边缘左右徘徊 我费尽心思把它盘活 前不久卖了剧本 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 遭受致命打击 我战战兢兢给傅京发了条消息 对不起 我忘切小号了 提心吊胆地等到傍晚 手机突然亮了 傅京 我在机场 半个小时后到家 三晚上十点的酒吧 声色全满 我躺在闺蜜怀里 纸醉金迷 所以 你就这么逃出来了 几两洋酒灌得我五迷三道 我笑眯眯地凑过去 不然还等着他跟我退婚吗 人在气头上最容易冲动 等风头过了 我再好好跟他说 至少先保住我的杂志社 灯光闪烁明灭 不远处 一小帅哥端着酒杯路过 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目光 恰巧 他也转过头来看我 一正 摸出了手机 一般这种情况 就代表他想要我的联系方式 真可爱 你瞅 我还是有市场的 我踩着高跟鞋 龙起锤在胸前的长发 露出两痕诱人的锁骨 平平鸟鸟地走过去 帅哥一个人吗 你看起来像我一个朋友 家哥 小帅哥抱着电话 后退一步 都快哭了 哥 人找到了 嫂子又又又 跟我要联系方式了 如果此时我清醒 会发现 自己正在跟父亲的亲弟弟 父亲搭讪 而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犯案了 四磅的小时后 我被父亲架着 走出酒吧 嘴里絮絮叨叨 你比我未婚夫帅 知道吗 我俩要是掰了 你要不要考虑当上门女婿 哥 父亲向扔一块烫手山芋 把醉醺醺的我 扔进了一辆劳斯莱斯后座 我软绵绵地倒在一个人身上 宽阔的大手 稳稳拖住我的侧腰 低沉的声音响起 他喝了多少 不多 也就半瓶 我含糊地回答 撑着他的大腿 坐在他腿上 眯眼盯了半天 一个面容冷峻的男人 绵绵小雨 挡不住他眉宇间的 金贵和伶俐 是我的菜 我软啪啪地靠着他 含糊道 行啊 你也行 两个一起来吧 他捂住了我的嘴 视线冷冷头向窗外 半瓶皮的醉成这样 父亲脸一垮 福特加 一瓶跟个可乐筒似的 哥 这次我真没勾引嫂子 是他主动过来的 其实这也不能怪我 谁让他们附加基因一脉相承 兄弟俩的长相 完美采中了我的审美 我和父亲年纪相仿 他是我的学弟 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聊过他 只不过太腼腆了 没什么下文 我这人记性不好 大一聊过 大肆遇见 觉得眼熟 又聊了一次 还正好当着父亲家长的面 那天他的家长 是父亲 窗外的鱼 有变大的趋势 我半眯着眼 靠在父亲肩头 嘴里嘟囔着 别人听不懂的话 父亲因为深夜逛酒吧 被父亲的人扭送回家 我亲亲热热地靠过去 揪住父亲的领带 哥哥 结婚吗 小声的咕弄 随着酒气 钻进父亲耳朵里 他喉结圆润的一滚 古井无波的眸子越发暗沉 江浅 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 见我不答 曲起指节 抵住我的下额 微微一抬 迫使我对上他的眼睛 我是父亲 不是父亲 他一身黑色西装 面容冷峻 举手投足间 调动了我不安的情绪 我开始躁动起来 父亲的食指搭在按钮上 黑色车窗缓缓升起 阻隔了窗外的喧嚣 我撑着父亲的大腿 支起半个身子 食指比在他冰凉的唇瓣上 嘘 听话熬 咱们今晚不提那会起东西 父亲气笑了 暗沉沉的视线盯着我的脸 会起东西 嗯 你看什么呢 暧昧的氛围在黑暗中默默流淌 我嘟嘟囔囔的起身 一个打滑 眼看就要 亲在他的唇上 下一秒 西装罩住了我的头 父亲的脸消失了 眼前一片黑暗 我皱了皱眉 刚想正开 被他一把攥住了手腕 能对父亲撩头发 盖我的衣服就不行 他低沉的声音灌进耳朵里 粗糙的拇指 在我手腕内侧细细的妈萨 我哼唧了几声 反倒被他大腿一横 禁锢在角落里 父亲语气陡然严厉 别乱动 窗外下着雨 拥挤的车流 将回家的路程无限拉长 西装外套 还留有他的余温 淡淡的檀香垫 余韵悠长 透过西装下面的缝隙 我看见父亲的衬衣袖口处露出一节腕骨 上面带着一串价格不菲的老山坛 心血来潮得伸手摸了摸 喜欢吗 我顶着他的西装外套 看不见人 只好像个喝醉了的眉头苍蝇 胡乱点着 喜欢 他撸下来 戴在我手腕上 给你了 我笑出声 含混咕弄 好东西 父亲似乎也笑了 是 好东西 我当初 我和父亲订婚时 他曾经从自己名下 拨出一套房产给我住 做给媒体看 之后他来过几次 跟我吃个饭 却从不留宿 其余的时候 都住在他城郊的私宅里 我没去过 大概率 也不是我能踏足的地方 我拉着父亲 摇摇晃晃地进了电梯 靠在电梯壁上 搂着他 待会儿我先进 要是他在家 你就跑 明白吗 悠悠然然的檀香 骤然被拉近 酿出暧昧的气息 他垂眼 不动声色地盯着我 你总带人回家 我意味深长地笑笑 当然不是 可是受制于人的日子 我过够了 我正年轻 也喜欢看帅哥 谈恋爱 凭什么父亲喜欢别人 我就得给他守活寡 叮 电梯到了 我输了两遍密码 才打开门 家里还维持着我走前的样子 从前的灰色简约风 早已不复存在 窗帘换成了鹅黄色 餐桌铺上了蕾丝花布 我拽住他的领带 拖进来 真是添住我也啊 父亲突然单手 扣住我的腰 走进浴室 你放我下来 浴室暖黄的灯光 勾勒出他 立体的面部轮廓 我心里咯噔一声 你怎么跟我未婚夫这么像 父亲眼皮一现 没有理我 我突然间酒醒了 想跑 被他轻而易举地抓住 救命啊 杀气骗宝啊 他捂住我的嘴 挽起袖子在旁边蹲下 谢谢提醒 下次给你买个保险 过程太长 太复杂 一些细节已经记不清了 只记得 在我将一泡温水浇在他衬衣上 一头栽倒在他怀里开始 事情就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 急速进展 等忙活完 已经后半夜了 我浑身发沉 听见了窗外的雷声 却睁不开眼 父亲正在跟人讲电话 女孩子的哭声 顺着听筒断断续续传出来 好 别怕 我过去 他语气很轻 声炮吓到对面 等第二天我再睁眼 人去传空 六阳光明媚的午后 富士集团的总裁办公室里 我坐在富经对面 鼓足勇气 说 分手吧 富经正在看东西 半张脸沐浴在日光里 令人目眩神迷 听到我的话 他不冷不热地 从文件上抬起眼睛 轻轻挑眉看我 如果我没记错 昨晚你还要跟我结婚 明明是正人君子般的目光 却含着一丝 把人抽筋包皮的野蛮 让我突然回忆起 昨晚滚烫的记忆 不由的耳根发热 这种感觉 只是很短暂的一瞬 快得像错觉 我轻轻嗓子 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了 说了五个字 我们不合适 富经仔细打量我过后 唇角扬了扬 可以 陪我参加宴会 我就答应你 见我坐着没动 富经悬上钢笔 直击要害 有帅哥 成交 晚上七点 宴会公筹交错 我挽着富经的手臂 瞬间成为全场目光的焦点 毕竟这么多年来 外界对于富经的传言有些复杂 大家更好奇 富经的白月光是何方神圣 富经游刃有余地 带着我穿梭在生意伙伴之间 我面带微笑 看似应酬 实则已经浑游天外 真是帅的 各有千秋啊 越看我脸颊越热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眼珠黑亮黑亮的 仿佛鱼儿被放归了大海 富经也不管我 任我自由行动 姐姐你好 我叫白巧巧 当我加了第38个联系人后 遇到了今晚第一个女孩子 她穿了深白裙子 脸上还带着初入社会的单纯 秋坛式的眼睛满是热忱 我是个小演员 这次来是为了拓宽人脉的 能认识您 真是天大的荣幸 她漂亮地让人一不开眼 姐姐 这串老山坛一定很贵吧 突然地靠近 让我闻到了她身上的枝子花香 下一秒 手腕已经被她端起来 细细妈撒 我回神 脸有些热 嗯 未婚夫送的 你未婚夫真有钱 她低着头 露出洁白修长的梗子 在手提包里翻找什么 突然 她掏出一串手边绳 靠近我 不像我 只能送姐姐这种亲手编织的东西 当见面里 你不要生气 那手边绳工艺精巧 一看就是费了心思的 她不急不慢地给我戴在手腕上 趁低头的时候 轻声问 那么 姐姐愿不愿意给我个联系方式呢 宴会结束后 我坐在花园里 听闺蜜嘲笑我 哈哈哈哈哈哈 你别告诉我 你被个女的聊了 你闭嘴 我捂着听筒 反正我不管 就让她来演我女医 大小姐 你上次捧的小花 已经跟男人跑了 我认认真真的说 不 她不一样 她看着就很善良 岂我没想到 傅京竟然出而反而 之后几天 还有大大小小的宴会 需要我陪她出席 现在好了 婚约没解除 生意圈里的人都知道 我是她未婚妻 某天酒宴结束后 我苦大愁深地盯着傅京看 路灯被车窗切割成一段段的 无声划过傅京那张俊逸的脸 怎么了 她问 我觉得你在诃我 傅京的视线落在我的唇上 深深地看了一眼 我说陪我参加机场了吗 没有 宴会上没有帅哥 有 傅京轻轻笑出声 那我 框你什么了 我成了她办公室里的常客 桌子上的零食越摆越多 奶茶无限量供应 大多数时候 我都因为血糖太高 在沙发上昏睡 醒来的时候 总能对上傅京慈爱的目光 白乔乔每天准时问好 姐姐吃早饭了吗 今天下雨 要注意保暖 偶尔还会收到她送来的手作 几天后 我在剧本会上又见到了白乔乔 她今天换了一款香水 刚进场就支着头 对我笑 姐姐 要去我屋里喝酒吗 嗯 我最近感冒 吃头包呢 结果当晚 我在剧组的酒店楼下散步 隔壁灌木丛 传来白乔乔的声音 剧组好累哦 傅先生 我不想拍吻戏 昏暗的灯光下 傅京站在白乔乔身边 白乔乔正在朝他撒娇 那一刻 我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还碎了两次 傅京微微皱眉 我记得 很早之前就跟他们说过这事 这次是新人 不了解也很正常嘛 他可怜巴巴地望着傅京 傅先生 求你了 可以 我让他们删 几分钟后 我接到了导演的电话 投资方的意思是 白乔乔不能有吻戏 其余的 你看着安排 那一刻 我晴天霹雳 我看上的男人和女人 他们在一起了 当晚 我在闺蜜怀中 鸣顶大醉 伤心欲绝 他拉着脸 说 江浅 你能不能长点心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做严狗 是要人才两空的 你明不明白 可是他对我好 什么叫对你好 给我买早点 让我加衣服 跟我说晚安 正巧这时 白乔乔给我发来短信 姐姐 今晚的月亮好美 你看到了吗 手机啪哒掉在地上 我啜泣着 对在闺蜜丰满的怀里 像个受伤的小狗 好茶 好茶呀 他忍无可忍 滚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抱进附京的劳斯莱斯的 窗外的景色无声向后退去 我靠在车窗上 默默流泪 附京叹了口气 又怎么了 我的眼泪大串大串大串往下掉 难过得要死 磨磨蹭蹭地爬到他腿上 哪种成核桃的两只眼对着他 傅先生 我们三个真的不能在一起吗 附京额角地青筋跳了跳 双手扶住我的腰 确保我不会栽下去 才认命道 说吧 你又看上谁了 我只顾躺眼泪 也不说话 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 眼线都画了 附京拍着我的背 说 江浅 我的感情里 不允许有第三个人 这句话 无意判了我的死刑 一股无名火在心里发酵 我猛地抵住附京的胸膛 像看仇人一样看着他 我恨你 附京表情一僵 瞇了瞇眼 你再说一遍 我恨你 他气笑了 就因为我不让你找别人 你讲不讲理 他轻轻一压 我就像一摊烂泥 摔在附京怀里 他摸着我的头发 轻声说 江浅 只要我还活着 你想都不要想 把我被附京强行 带回了公寓 伴着洗了澡 抱在怀里睡觉 梦里 附京和白乔乔拉着手 站在一起 说不被爱的 才是第三者 在睁眼 天色大亮 附京已经不见了踪影 宿醉让额头隐隐作痛 我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 去交删减版的剧本 露天花园上人 零零散散的 不远处 白乔乔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 飘进了我的耳朵 傅先生对我很好 我不喜欢做的事 也不勉强 每年都会陪我过生日 周围一群起哄的 哇 有他捧你 早晚会活的 白乔乔轻轻笑出声来 嗯 我知道 他心里有我 再等等吧 他还有未婚妻呢 几分钟后 我把他堵在了花园的一角 他短暂的诧异之后 露出一抹微笑 姐姐 你怎么来了 我板着脸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我是谁 白乔乔身子一僵 笑容渐渐消失 嘘寒问暖 也是为了降低我的戒心 他沉默着 很久才说了句 对不起 我压着怒气 眼眶发酸 开个架吧 怎么样你 才肯离开他 我想你误会了 我语速飞快 二百万 还是四百万 你说 我都出得起 白乔乔脸色一般 语气生硬 我要见傅先生 你不知道我们的过往 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我沉默了片刻 并不想理他 突然转身就走 只听后面一声尖叫 白乔乔冬的一声撞在我胸口 我上衣的拉链 刚好紧紧咬住了他的头发 在我还没法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他一露袖子 抓住我的头发 跟我撕打在一起 酒我俩的动静 惊动了其他人 半个小时后 我和白乔乔都被人送到了医院 白乔乔的胳膊上 抓出一道淡淡的血痕 我的则在脸上 两个人的头发都乱糟糟的 我的脚腕上 还有擦到石头上滑出的血痕 正在鼓鼓冒血 由于我伤口比较严重 优先被医生拉到了青窗室 清理完窗口 医生扶着我往外走 一推开门 就看到傅京背对着我 站在白乔乔面前 他个头高挑 肩膀上淋了雨 连伞都没来得及打 应该是匆忙赶来的 傅先生 只不过是商业联姻 他有什么资格管你的私事 白乔乔捂着胳膊上的伤口 情绪激动 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 我不想再看到他 开门声引起了傅京的注意 我翘着一条腿 狼狈地站在青窗室门口 傅京转身 白乔乔被他严严实实地挡在了身后 他无声地望过来 眼眸黑沉沉的 往日对待我还算温和的脸上 没有一丝笑意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拉着脸 静静和他对峙几秒后 突然朝白乔乔冲过去 无耻 感情的骗子 白乔乔先是一阵 没料到我敢当着傅京的面开战 随后也不甘示弱 好不容易停歇的战争一触即燃 众人一拥而上 场面乱作一团 白乔乔的尖叫声冲破人群 他先动的手 我要报警 最后 傅京抱着我挤出人群 我趴在他肩膀上 怒喊 我不拍了 我要换女主 傅京把我摁在怀里 立声道 江浅 你消停点 刚给你包扎好 但我情绪激动 实在摁不住 正开他的手 你们狼狈为奸 傅京额头青筋暴跳 我可以解释 这句话给我气笑了 只不过是商业联姻 他有什么资格管你的私事 我扁着嘴 阴阳怪气地学白乔乔说话 你早不解释 晚不解释 哦 矛盾爆发了 你解释了 谁信啊 傅京一路扛着我 不顾我的尖叫 塞进了劳斯莱斯 车门一关 隔绝了外面的喧闹 我头发像个鸡窝 潦草地挣扎着 我要解除婚约 傅京把住我乱蹬乱踹的脚 低喝道 安静点 他一说 我就真的安静了 眼里含着一包泪 发出了开水壶一般的哭声 傅京眼皮一跳 叹了口气 他姐姐救过我的命 死前托我照顾白乔乔 仅此而已 行啊 你跟他结婚 更方便 我已经跟你订婚了 傅京语气严肃认真 不会跟别人结婚 你刚才凶我 我奶凶你了 你问我有什么要说的 浅浅 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傅京掰起我的头 第一次用如此认真的语气问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为什么突然跑去找白乔乔打架 这些不都该说吗 我憋着眼泪 开始打嗝 傅京笑了 你想让我解释 我总得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才能对症下药吧 我努力憋着哭嗝 一哆嗦一哆嗦的 那 那就从你凌晨一点跑出去 当护花使者开始说 傅京表情一空 陷入了回忆 哪个凌晨 我怒了 抢过他的手机 翻到那天一点的通话记录 回播过去 一脸猙獰地说道 你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你等着 白瞧瞧要是接了 我骂死你 喂 傅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我突然一顿 愣住了 是女孩子的声音 只是 不太一样 傅京在我的注视下 突然仰起眉 眼底露出一丝笑意 我呆呆地举着手机 心里打起小鼓 这不会是他的下属吧 喂 傅先生 您在听吗 傅京盯着我 微微俯身 靠近听筒 替我解了围 那天的案子 警察怎么说 哦 小偷抓到了 夫人受了惊 最近睡不好 刚从医院开了些安眠药回来 嗯 知道了 挂掉电话 傅京饶有兴趣地盯着我错愕的脸 他是我家保姆 那天凌晨给我打电话 家里进了小偷 我没想到你会对私宅的是感兴趣 如果以后需要我跟你报备 我很乐意 不可能 我不信邪地扒拉着傅京的手机通话记录 傅京确实给家里打过三通电话 还有一条报警记录 我底气不足地追问 他们说你还有个老情人 死了 跟白乔乔有什么关系 首先 我没有老情人 其次 白乔乔的姐姐 是我大学同学 毕业前夕 我们班有一场聚会 她顿了下 敏纯道 散场后 有辆大货车失控 朝我们撞过来 她把我推开了 所以 白乔乔的姐姐 是我的恩人 死前 她托我照顾好白乔乔 所以 只要不违反道德法律 我会尽可能地满足她一切要求 她想进娱乐圈 是我帮的 不想拍吻戏 也是我帮的 这些我都承认 可是再多地关心 没有 傅京把她和白乔乔的聊天记录打开 递到我眼前 傅先生 今天太阳真好 您吃早餐了吗 没有回复 傅先生 今天下雨 记得多穿衣服 不要着凉 没有回复 傅先生 我想演这部电视剧 可以 短短几年 傅京说的话 一个指头都数得过来 而我和他的聊天记录 傅先生 嗯 今天回国吗 回 给你带了纪念品 不用不用 就是问问 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 我轻轻嗓子 别别扭扭地哼急 他说 你还帮他过生日 我的助理给他送过 他工作能力很强 不光给他送过 也 傅京突然意识到什么 瞬间闭上了嘴 紧接着就听我干巴巴地开口 是啊 还给我送过 谢谢你 不然我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汽车安静地在夜幕中穿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我轻轻瞥了眼傅京 发现他也在看我 我突然被烫到似的 收回了眼神 现在误会也解开了 白瞧瞧要怎么想 是他的事 只是刚闹完 气氛有点尴尬 我望着窗外 紧张地抠手 司机突然一个急拐弯 我栽进傅京怀里 他的手掌瞬间贴在我的腰上 趁机拉近距离 浅浅 我没别的意思 其实我很好奇 你那天跟我说 三个人在一起 指的是谁 我瞎说的 说这话时 我眼都不眨 好巧不巧 白瞧瞧给傅京 转发了一组聊天记录 手机屏幕亮起的灯光 格外刺眼 傅京毫不避讳地 当着我的面点开 傅先生 他其实有两副面孔 您别被他骗了 我心头一跳 一组熟悉的对话跳出来 姐姐早 今天天气真好 您吃早餐了吗 吃了 给你点了粥 趁热吃 姐姐 今天下雨 记得多穿衣服 不要着凉 谢谢宝贝 姐姐 什么时候来看我演戏 今晚就去 末尾还加了个贴贴的表情包 车里陷入了死寂 我大气不敢喘 傅京悠悠道 行啊 我这边没让他挨着半点 江浅 你挺热情 我突然跳起来 往那头窜 被傅京一把抓住拖回去 谁能不爱绿茶啊 是吗 傅京冷笑一声 一口咬住我的耳朵 感受着我的战力 阴策策道 我放了你七年 原本只等着你收心 现在看来 得谁聊谁的毛病 你这辈子也改不掉 十夜深了 客厅里开了一盏小夜灯 他捏着我的下巴 仔细打量着我脸上的伤口 疼不疼 不疼 他附在我耳边 轻声说 下次别跟人打架了 有委屈跟我说 有求必应 我咕弄了一句 他在他肩膀上 那我再多说一句 说 我羞涩地玩着他的领带 我能跟你亲个嘴吗 你上次亲的时候怎么没问 喝醉了 胡伦吞枣 没品出未来 我眼睛亮晶晶的 我还没亲过帅哥呢 这次认真一点 傅京幽暗的视线 扫过我的唇半 可以 还想做什么 我兴奋地扑过去 先亲再说 第二天 傅京准备出差 我蹲在他的行李箱旁 问 真的不能带我一起去 行程太赶 我没法保证让你 每天都有充裕的睡眠 想起昨晚他的精神头 我的脸红成了柿子 慢吞吞地裹着毯子 缩回到沙发上 傅京收拾好东西 走过来抱住我 我不在的时候 管住眼睛 行 他想了想 又补充到 你的也不行 嗯 以前我自己过也挺好的 突然进入热恋气 身边没了人 还怪不适应 深夜 我坐在屏幕前 慢吞吞地赶稿子 突然屏幕斜下方 弹出一则消息 傅京与新近小花 白巧巧一国约会 我心意紧 点进去 深夜 一对男女相拥着走进酒店 第二天清晨 拍到傅京和白巧巧的正脸 两人先后从酒店离开 有人剖析了白巧巧的细节图 他的右手腕上 带着一颗用红绳串起的老山坛珠 而傅京手上的那串不见了 一时间舆论四起 都在猜傅京可能移情别恋了 我还没来得及给他打 对方的电话就打进来 刚接通 他开门见山 没有的事 别多想 正在找人处理 我困倦地倒在被子里 悬着心放下来 好 那我先睡了 浅浅 干嘛 没生气吧 没有 虽然没生气 但多多少少还是郁闷 进酒店的照片模糊不清 男人的背影也不像傅京 单凭以前以后出酒店的图 根本无法令人信服 可是大部分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坚信这件事并不是空穴来风 故事编得有模有样的 还有人晒出了白乔乔的诊断证明书 说这次复京出国 是陪着白乔乔看病的 几天之后 一件更让我担心的事发生了 我大姨妈没来 白乔乔给我发复京测脸图的时候 我正坐在厕所里 对着鲜红的两条杠发呆 明天是我生日 他正在给我做生日蛋糕呢 与此同时 他还甩了一个异国他乡的地址 要舞阳威道 邀请你来吃蛋糕 连日来 积聚在心里的火气终于爆发 我订了机票 直奔附京下榻酒店 跨越好几个时区 于当地的深夜 我裹着单薄的风衣 站在酒店楼下 打通了电话 浅浅 附京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 我搓了搓被风吹凉的脸 你下来 我有话跟你说 电话那头一顿 突然撂了 一分钟后 傅京大步迈出酒店 飞快地锁定了我的身影 朝我走来 十一我的睫毛上湿漉漉的 来的路上哭了一道 傅京喘着粗气走近 有黑的同人耳里 倒映着我的脸 乖乖 你说一声 我就去机场接你了 傅京捧着我的脸 轻声慢红 连日来的委屈顷刻爆发 我嘴一撇 又开始掉眼泪 谁又欺负你了 我带着哭腔 我没想到 你会在上面扎个洞 哪上面 我低头 在包里一阵翻找 最后掏出厌韵棒递给他 傅京随意一撇 视线突然被黏住 冷静的表情寸寸军裂 他盯着上面鲜红的两道杠 陷入了沉默 很久 声音低哑 这是真的 几分钟后 河岸边传来我和傅京的讨论 你没扎 还是我扎的 我气得脸都红了 傅京放缓语气 包住我的拳头 好 我们不讨论这个 孩子你要不要 我大呼小叫 你敢扎不敢要 扎男 我要 我可不给你生 好说 好说歹说 我被傅京拽着回了酒店 晚上躺在他枕头边 我开始碎碎念 我没扎 你也没扎 总不可能是商家的质量问题吧 傅京听着我的分析 一言不发 我继续道 都是大牌子 也不可能 那会是什么原因 我突然顿主 意识到还有一种可能性 女方偷汉子了 傅京抬眼 幽暗的眸子里 透出一丝犀利 语调轻轻 你非得逼我往这里想 见我一脸愣正的表情 她脸一黑 把我拖过去抱住 有些措施并不是百分百安全的 我建议你闭上嘴 安静一会儿 等室内陷入安静 导时差的疲惫感 才渐渐袭来 临睡着前 我突然想起正事 翻身做起 气急败坏道 白瞧瞧说 你在给她做蛋糕 傅京疲惫地叹了口气 浅浅 我不会做蛋糕 我记得 你不喜欢有奶油的任何东西 你怎么知道 在我的灼灼目光下 傅京重新睁开眼 看着我 你高中逛小卖部的时候说过 我一本正经地开始算 傅京大我五岁 我上高一的时候 她就在隔壁读大学 哇 你挖什么 我趴在她胸口 捏着一小撮头发戳弄她 原来你那么早就暗恋我啊 真算起来 我和傅京 大概也就是 在那时候认识的 我爸想让我考隔壁的大学 我就打听了历届的学霸 还从学校的通讯路上 弄到了傅京的QQ号 匿名请教她数学题 这个秘密 我谁都没说过 不过看样子 她好像一早就知道 傅京似乎知道我的疑惑 叹了口气 把我圈进被子里 你的小号 总给你的大号点赞 看到我一头雾水的表情 她认命地闭了闭眼 摸摸头 乖 费脑子 想不明白 就早点睡吧 快要睡着前 我又哼记起来 你转移话题 咱们说蛋糕呢 白悄悄哪来的照片啊 不知道 AI何成 也许吧 你可不能骗我 浅浅 睡吧 已经有人去处理了 接下来的几天 我被拴在傅京身边 哪都去不了 她谈生意 我要跟着 访问公司 我也得跟着 听见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太太怀孕了 她说这话时 面上不显山露水 就等对方录出个惊喜的表情 恭喜 她再微微一笑 回句 谢谢 一周后的夜晚 我倚着桌子 陪傅京开视频会 正困得点头哈脑 突然手机疯狂震动 接起来 是白悄悄的哭声 姐姐 你就救我吧 我脸一拉 我可不救你 骗子 说完挂了电话 傅京用眼神问我 怎么了 我给她看了手机通话记录 还没说几句 白悄悄又打进来 你烦不烦啊 这次白悄悄的声音 带上了恐惧 谁能来救救我 哭声里夹杂着鞭打声 和惨叫声 我和傅京对视一眼 意识到情况不对 傅京终止了视频会 从旁边抄起外套 披在我身上 抓住我的手往外走 你知道她在哪儿啊 不知道 傅京调整了一下我的防风帽 我报警 等警察发现白悄悄的时候 她伤痕累累地躺在一处豪华的公寓里 看到我 一把扑过来 呜呜大哭 原本柔顺的黑发变成了一窝草 谢谢 谢谢你 医生给她仔细检查过 除了皮外伤 某些部位还有受到侵犯的痕迹 只不过因为她拼死抵抗 没有让对方得逞 白悄悄躺在病床上 闭着眼 隔一会儿就哆嗦一下 睡都睡不安稳 傅京从警察那边 了解了事情的起因经过 我跟白悄悄吵架后 她找过几次傅京 发现这么多年 是自己误会了 想另谋出路 可前半生在傅京的庇护下过得顺风顺水 那点小聪明在吃人的圈子里 显然不够用 不久前 被一个娱乐公司的老板骗着签了一份合同 说要带她来国外发展 刚下飞机 就被扣留了护照和手机 后续的一切 都是对方针对傅京搞出的一场舆论危机 眼看我们俩情感稳定 计划并没有成功 对方迁怒于白乔乔 要不是她脑子好 把手机偷出来报警 这会儿说不定已经遇害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我刚要推开病房门 突然听见里面传来激烈的争吵 确切地说 是白巧巧单方面的控诉 我不走 我就要当演员 男人冷笑一声 你脑子坏了 你才脑子坏了 他一噎 语气生硬 跟我去留学 多少钱随你开 我又不喜欢你 男人静默了片刻 突然炸了 你不喜欢我 你聊我 每天早上问我 吃不吃早饭 天冷了 让我加衣服 白巧巧 你告诉我 你对我没意思 发这个干什么 我 傅京 合着她是群发呀 白巧巧不说话了 男人揉了揉凌乱的头发 站起来 冷冷地说 行 小爷要什么女人没有 我真是俭 千里迢迢跑来看你 傅京拉着我往旁边一躲 将我抱在怀里 比了个尽声的手势 白巧巧 屋 里面叮光一阵响 男人踹了门一脚 曹 你他妈在哭个试试 白巧巧哭得更厉害 我急着往里跑 他不能打人吧 傅京拉住我 再看看 后面就没了声 我趴在门上 做贼事的仔细听 门缝里 传来两个人的小声咕咕 行了行了 我错了 我没骂你 你就是吼我了 是 我错了 你打我好不好 傅京趴在我耳边 笑着说 你懂什么 那是情趣 我被他拉走了 一路上若有所思的样子 刚坐上车 我没头没脑地张嘴 呜 傅京一僵 回头看着我 你呜什么 你不是说情趣 我有情趣吗 他抿唇 摸了摸我的头 忍了很久才说 你 挺可爱的 十二后来 白巧巧发布了退圈声明 去留学了 过了一周 我们也终于坐上了回国的飞机 飞机刚落地 傅京就拉着我直奔医院 人来人往的门诊簿 我紧张地手心冒汗 还是傅京淡定 专心坐在一旁看合同 我瞥了一眼 哦 合同拿倒了 他可真行 将前 护士喊了我一声 傅京第一时间把合同 撇给秘书 利落地起身走过去 拿到检查单 傅京很久没说话 我更忐忑了 是不是孩子有什么问题啊 医生笑着对我说 没有怀孕 月经推迟的原因有很多 目前来看 你的身体很健康 我傻眼了 可是验孕棒 他笑了 小姑娘 三无产品不可信 谢谢 傅京十分淡定地 领着我从诊室里走出来 秘书抱着两罐奶粉 公事公办道 傅总 奶粉需要处理吗 不用 早晚用得着 说这话时 他笑得一脸毛骨悚然 于是我又逃走了 怎么 你俩吵架了 闺蜜问 不是 我躲债 什么债 我仗红着脸 一脸尴尬 想起在异国他乡的夜晚 我乐颠颠地钻进他的被窝 热乎乎地贴在一起 哥哥 难受吗 傅京闷哼着 把我困在怀里 没好气的爷鱼 行啊 母瓶子贵了 我笑嘻嘻地 在被窝里拱来拱去 我给你表演的蚯蚓吧 他笑容发僵 先欠着 等什么时候泄了火 再还我 几天之后 我在一处商场门口 被附近当场擒货 救命啊 我声音打颤 被他无情地拎回了家 大门一锁 丢进了卧室 这位同学 今晚有没有解不开的数学提问我 想起当年他对我爱答不理的模样 我兴奋地尖叫一声 就被他抓进了被子里 由于我的频繁挑衅 后来结婚的时候 肚子里揣了个针的 结婚当天 傅京嘴角一整天都没有放下来 颇有些春风得意的味道 我喝不了酒 所以只能由他代劳 当晚回家的时候 距离家还有一段路 他牵着我下了车 说要走走 天上正在飘雪 我趴在傅京的背上 身上裹着他的羊毛大衣 路灯之下 映出了我俩的影子 一个人的背上 鼓起高高的一坨 我盯着影子 突然笑了 傅京 你看咱俩的影子 像个老王八 说完挥动着四肢 像王八的四条腿 笑声在雪地里跌宕起伏 他也笑了 就这么背着我 一言不发地往前走 我总觉得 很久以前就见过他 可是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我软软地枕在他肩膀上 抱住他的脖子 你说 你怎么会喜欢我呢 保密 夫妻不能有秘密 就喜欢了 没有原因 我才不信呢 你应该是看上我的钱了 是啊 看上你那个一年 赚不了俩子的杂志社 我要靠老婆养的 我贴在他的脖梗 热乎乎的 渐渐地眼皮开始搭了 傅京呼出一口哈气 网上搓了搓我 报警 将钱 嗯 新婚快乐 番外青涩之年 三中的课间操 足足有四十分钟 年级主任病了 请了半个月的假 三中像开了闸的羊圈 一道下课时间 跑操的人寥寥无几 而A大篮球场的观众席上 却挤满了人 这天 数学课代表把江浅 从观众席拎出来 凶巴巴质问 你作业呢 江浅可怜地缩了缩脖子 落家了 明天交行吗 课代表板着脸 你根本没写 江浅急了 我真写了 就是没带 明天一定叫 其实老师也不一定看 谁教谁没教 全靠课代表一张名单 算了 差生都这个理由 我直接跟数学老师说了 课代表 大公无私地转身 一副他没救了的表情 江浅一把拉住他 有事好商量 你少贿赂我 江浅急得一脑门子汗 左顾右盼 突然眼前一亮 我给你要他签名 不远处的少年四郊羊 绚烂夺目 轻轻一跃 露出衬一下迷人的身材 令全场女生大叫 就你 课代表不屑一顾 承然他也喜欢那个学长 可是要签名 开玩笑呢 你等着 江浅怕急了叫家长 这么一笔 跟人要个签名 有什么难的 他上午没等着 放了学继续等 终于在傍晚 把他堵在篮球场门口 傅京 走不走啊 路过的室友看到这个场景 开始起哄 傅京里都没理 而是打亮着 眼前突然出现的丫头骗子 一双小鹿似机灵鬼巧的眼睛 偏又一身乖巧的书生气 漂亮又乖顺 不像是能做出当众告白这种事情的女孩子 傅京疏离地问 有事 江浅掏出笔记本 又往他手里塞了个东西 我买你个签名 傅京展开手心一看 皱巴巴的五块钱 吃笑一声 咱俩很熟 江浅脸通红 可怜巴巴地说 求求你了 要我签名干什么 江浅没说出来 傅京也不可能给 在白纸上签名 在白纸上签名 谁这么蠢 那天 江浅就一直跟在他后面 像个尾巴 傅京走了一路 他就跟了一路 经过一个小卖步 数学课代表远远叫了他一声 江浅 我签名呢 拿不到我就告老师 说你没交作业 江浅下意识往傅京身边一躲 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正要呢 傅京的注意力 再次被吸引过去 淡淡撇了颗代表一眼 又问江浅 他欺负你 江浅没说话 傅京拎着他转了个个儿 刺了 拉开他的书包 掏出笔记本 又抽出一支笔 刷刷两下 行了 江浅抱着他扔回来的本子 傻傻地盯着鬼画符 掠出一个笑容 谢谢哥哥 傅京眼皮一跳 扯扯嘴角 蠢蠢的 真好糊弄 当晚 傅京回家吃饭 隔壁的窗户里 传来一对年轻夫妻的争吵 顺着声音望去 白天跟他打过交道的女孩子 缩在窗边 低着头 像个小刺猬 把自己的作业本护在怀里 奋笔急疏 夫妻俩就站在旁边当面吵 女人不知道被丈夫哪句话刺激到了 冲到她的桌子边 强横地抽出几本作业 摔到男人脸上 你请家教来 是为了跟你偷情 还是为了给她补习作业 她要真的心无旁骛 将浅的成绩能烂成这个样子 女孩子小心翼翼地伸手去够 下一秒 她 玻璃瓶摔在桌檐上 碎片蹦践 她吓得色缩一下 重新归缩回角落 沉默着一言不发 女人发疯一样 两三下把作业撕成了碎片 扬在空气中 飘飘散散 像雪花一样 有几片 摇曳着 落在附近的手边 是没写完的余衔定里 她突然想起 另一个女孩威胁将前的话 再不交作业告老师 果然 第二天傍晚 她又红着脸 把她堵在巷子里 给了十块钱 和一张贺卡 能不能写个生日快乐 这次傅京没说什么 痛快地写了 自始至终 她没在意过她的名字 也没认真看过她的脸 只想安安静静地 跟作业做斗争 长期住校的傅京 在那个学期赚了信 频频往家里跑 隔着被风吹起的窗帘 她已在窗户边 看专业书 将前就趴在书桌前 挑灯夜站 那时候 巷子里离得近 傅京能看见细腻的汗珠 顺着鼻尖 滚下来 风扇吹得她头顶的呆毛 摆来摆去 她很努力 可是傅京找人打听过 她的数学成绩很差 差到离谱 估计跟长期父母 争吵有关系 玩不成作业就会挨劈 间歇性地落下进度 高中的东西 落下一点 再想追平 难上加难 那个夏天 她就看着小姑娘奋起直追 却怎么都追不上 某天 她的QQ号上 收到了一条好友请求 九十年代的头像 性别难 备注 问你几道题 不信你能解 本想拒绝地手停了停 这种笨拙的激将法和语气 莫名让她想到了一个人 于是鬼使神拆点了同意 将浅靠激将法抓住了救命稻草 隔三差五把科后题发来 从一开始 弱智愚蠢的问题 逐渐进阶到拔高题 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上 沾满了汗水和泪水 从那时候起 夏日的夜晚 安静的巷子里 有两个人会守着沉寂的夜色 江浅觉得 她有了一个守护神 江浅高二的那年暑假 对面的邻居搬家 她拿着期末考试的数学试卷 停在楼下 兴高采烈地把分数拍给她 谢谢你 这次期末考 进了班级前十 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 坐在二楼的傅京 瞥了眼楼下的小丫头 回了句 不用了 我要出国了 以后祝你顺利 小丫头头上那朵呆毛 沐浴在黄昏里 莫名的 有些萎靡 那是他们学生时代 最后一次交集 后来 江家的生意也做大了 渐渐与傅家有了合作 第一次吃饭 江浅跟着他爸爸走进来 对着他喊 傅先生 傅京的眼神 扫过他的脸 淡淡地回了句 你好 他没认出他 双方父母 有意无意地 要撮合一场商业联姻 他埋头吃饭 没什么反应 傅京仿佛见到了很多年前 父母吵架 他两耳不闻窗外事 着急赶作业的样子 他从来没反抗过 确切地说 他知道自己无力反抗 但却像一棵坚韧的小草 力所能及的摇曳和快乐 傅京想 那就给他一片自由的天空 看他肆意生长到最后 能变成什么样 订婚七年 他工作之余 一直在默默关注他 小草很快乐 他始终耐心地 等着幼苗发育长大 终于在第七个年头 他爬上他的腿 问 哥哥 结婚吗 好色之徒 掉入了他编织好的陷阱 从此再也逃不掉了 我认为你正好 真的好 对我 我认为你正好 我认为你正好